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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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就是强哥要来为我们推荐 两档非常厉害的剧 小朋友一定会开心的 而且这个呢 歌连我都会唱了 就是玻璃 对不对 哈哈哈 强哥先来讲一下玻璃 玻璃不是韩国来的吗 是 这个 当初也是有一个机会 这个台湾的玻璃的授权商 就接触到我们 就说我们要不要一起合作 来做玻璃的这个舞台剧 那强哥刚开始 对玻璃没有那么了解和熟悉 后来经过认识之后觉得很有趣 那 才发觉他在小朋友的世界里面还蛮红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把它制作成舞台剧 这一次应该是第四集了 我们已经前面做过三集 这次是一个全新的第四集 然后叫玻璃的游戏派对 其实从上个礼拜六日开始 接下来有十个 有十五个 十五个对不对 有十五周 有七周 连续的六日都在儿童新乐园里面演出 一天都有三场 欢迎爸爸妈妈带小朋友 一起来看这个玻璃的舞台剧 玻璃的游戏派对 玻璃真的很有趣 大家知道就是有 如果你家里就是近几年来 有小小孩的话 应该都会知道玻璃 玻璃就是一群救援小英雄 然后他们 他们的原型是各种不同的车 交通工具啦 比如说玻璃本人就是警车嘛 警车 安保是救护车 安保很可爱 安保是粉红色的 是粉红色的 女生都喜欢安保 对 ambulance 所以是安保 然后还有那个鹤鱼 罗伊 对 鹤鱼 鹤鱼就是helicopter 他是那个直升机 那罗伊就是 罗伊是哪一支 消防车 所以他没有四支 这是主要的 那所以你把他搬 搬到大的这个舞台上面 其实也是一个挑战吧 刚开始我们觉得好像有点困难 因为其实在韩国都没有这么完整的 舞台剧 亲子舞台剧 那后来 连韩国的总公司都有派人来看说 哎呦 你们台湾把它做的这么完整的一个舞台剧 将近有一个小时 然后里面有互动有游戏 然后有一个剧情 而且剧情都是交跟小朋友交流 就是生活中间的像夏天 我们曾经讲过游泳的危险啊 然后冬天有讲用火 在家里用火的危险啊 热水器啊 一氧化碳的危险啊 那这一次我们讲的就是使用3C用品的时候 亲子的关系 有的时候容易比较紧张 所以我们怎么办呢 嗯 好所以 呃这一次的这个玻璃的游戏派对哦 呃接下来有很多时间 从二十二二十三 好这个周末二十九三十 然后八月五号六号这个周末 还有八月十二十三 好接下来有四个周末 一天都有三场 早上下午都有 在台北儿童新剧场二楼的儿童剧场 这个是韩国唯一授权2023的全新玻璃剧场 玻璃的游戏派对 可以带小朋友去玩 这个应该还蛮适合小小孩的 因为小小孩的世界里玻璃 真的是非常的红哦 那如果再大一点哦 其实我觉得 那就一定像我儿子 强哥我又忍不住要那个 为儿子发声了 这个猪探长的那个Podcast 再帮我们认真更新一下 那个Podcast哦 小孩真的好喜欢哦 所以我要跟他说 啊你不要再这个追着这个Podcast 因为他们最近哦 有剧要登场 所以会比较忙 我们今天去看剧 对不对 所以现在有猪探长的剧 谢谢 对不对 谢谢你解释一下 这个猪探长的Podcast 是在疫情期间 我们剧团呢 大家人不能散 那要做什么事呢 我们就做Podcast 那就用我们原来舞台剧的 人物角色和推理故事的结构 就做了Podcast 那结果没想到呢 哇受到很多大部分小朋友的喜欢 一直在追剧 我去健康检查 连那个护理人员都问我说 我要帮我的小朋友问一下 你们什么时候来更新 我觉得你压力好大 我想你把血抽完 再问这个问题好不好 可是真的 你知道很可怕哦 儿子每天都在问 妈你帮我看一下 那个猪探长更新了没 这真的是这个小学 尤其是小学 这一年期开始哦 他们真的太喜欢猪探长了 所以终于又盼到了猪探长 搬上舞台去对不对 新的就要推出吗 对生日派不对奇案 这是我们的第七集大戏 这个可是我们从2005年开始 就陆陆续续在 我们这个做全新的创作 这是第七集 然后因为我们Podcast 受到大家的喜欢 所以说我们在台北 开了两个礼拜 有十场的演出 在那个最新的 刚刚整建完成的城市舞台 也就是在巴德路上的 城市舞台演出 对对对 那结果我们 因为它是重新整修的 所以我们先开出来了 差不多80%的票 因为其他的 现在还不确定 他的椅子全部整理好了 没有 这80%的票 现在已经全部抢完了 哇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 跟城市舞台说 他们已经整建好了 前几天我还是参加开幕会 所以说他们就要 赶快告诉我们说 哪些椅子现在是可以释出的 这请大家呢 听到了今天的这个消息以后呢 烧恩物照 然后我们开出来的新的位置 赶快去抢票 因为这个是我们第七集 而且因为Podcast成功 所以我们想要挑战 不一样的主题 我们挑战 就跟前一段的访问一样 这种亲子的关系 这个妈妈呢 是虎姑婆 是一只老虎 虎妈 这个虎妈呢 对小孩子很多家规 管得很严格 那管得这么严格的时候 孩子到底会变成怎么样呢 在这个家里面 又发生了一个危险的事情 因为有恐吓性 要这个虎妈原来是一个警察局局长 要这个警察局局长 拿出她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那警察局长说 我没有那么有钱的东西 我没有贵重的东西 到底是谁写的恐吓性 到底是谁呢 难道是她那些不孝的子女吗 所以说这个故事 其实探讨了现在我们社会中间 有的时候 亲子的关系随着现在 越来越 爸爸妈妈到底要怎么管教孩子 太用力 可能小孩子没有信心 你不管他 他可能跑到到处都是 到处放肆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比较难的主题 来做一个儿童剧 用朱探长的判案 让抽丝的剥茧过程中 也让爸爸妈妈和小朋友 一起感觉到 啊 家庭的幸福最简单的就是 去看戏 而且就是因为他是跟亲子相关的 就是亲子的沟通跟相处相关的 所以其实爸爸妈妈也很适合看 对不对 跟小孩一起看 然后说不定看完之后 还可以讨论一下 这个里面的剧情 然后呢想到平常我们日常的一些相处 那应该这样讲就是刚刚其实 呃 强哥也讲到了过去几年的疫情 对于所有的剧团跟剧场来说 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你们其实也在这几年当中做了非常多的尝试 我觉得很不容易哦 呃除了像Podcast之外 你们好像还有做线上的一些剧场 对不对在之前 嗯 我做过可以想象的都做了 我们做了线上 线上剧场 对 把这个舞台上面 没有观众嘛 大家都戴口罩 所以演员拍 拍完了以后把它剪接 放到线上去播送 嗯 那我们也做了YouTube 呃在YouTube上面做动画 呃做几分钟的动画 配上呃我们的国语 还有配上呃英语日语西班牙语 嗯 向全世界发送 朱探长 大家到YouTube上都可以看得到 嗯 然后呃我们也做了直播带货 嗯 都是很可爱的就是一些尝试 但是现在又再次的回到你们的 你们最初 最想要直接面对面跟大朋友小朋友互动的剧场 对不对 重新又回到了在剧场上面 你自己的感觉就是这几年过来 然后重新又回到剧场 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么棒的剧 你自己的感触会不会跟 我觉得应该会蛮不同的 对不对 呃我每次都这样子提醒我自己和我们剧团的所有哥哥姐姐 我们常常讲很多呃故事呃提醒小朋友要勇敢啊 啊要坚持啊要做对的事情啊 然后要永不放弃不怕挫折 那当我们自己说故事的人 嗯 碰到了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说故事的人 正是考验我们 相不相信我们说的故事 嗯 哈哈哈哈 所以我们 对啊不然我们光会讲 自己碰到挫折的时候就倒下去 嗯 我们光会讲碰到别人批评别人怀疑的时候 自己就慌了手脚就怀疑自己做的事 这些都不行的 嗯 我们应该就像我们说的那些故事 虽然简单但是很动人 嗯 虽然是呃很单纯的 但是这些信念我们应该坚持 嗯 所以哦希望大家可以再次的这个回到剧场哦 就是刚刚都已经讲其实早就已经抢光了 那好不容易这一次现在又加开 来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比较大的小朋友 比较小的小朋友我刚就说了玻璃嘛 因为可能真的比较大到了小学一二年级二年级以上 他可能那个玻璃就不是他的主要的这个选项了 但是这个时间的这个小朋友一定会非常喜欢朱探长 所以最受欢迎的这个朱探长的推理系列哦 朱探长秘密档案7啊 生日派不对齐案 接下来的时间是5号6号8月8月5号6号 跟8月12、13号 这两周在台北城市舞台 对不对 所以大家如果要买票的话 可以在Tex Fund售票网上面看 那现在呃就是有新开出来的票 这个是等于是新释出的啦对不对 对对对对所以大家赶快去抢票 然后呢也可以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跟如果儿童剧团联络 或者是呃如果儿童剧团的粉丝专业 嗯好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哦 那欸这一场的故事内容是新的吗 是是全新的是全新是全新的呃我们已经做了呃六集 这是第七集哦 这个第七集我们想讲的就是呃有一个退休的警官虎姑婆 嗯哦然后呃呃他被人家怀疑 他拿过呃很重要的尖守治道拿过很重要的名画 嗯啊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世界名画 嗯是他偷偷收着 嗯结果呢后来呢连他的孩子都从很多别的地方赶回来说 妈妈你是不是有拿什么好东西可以分给我们吗 嗯这妈妈又有点难过又有点又有点呃怪怪的 那大家都在猜虎姑婆是不是真正拿了名画呢 那又有恐吓信来恐吓说 吴姑婆把你手上的名画拿给我们 那是谁写的恐吓信呢 吴姑婆年纪已经大了 他没办法就找他的好朋友 朱探长来帮忙侦查 就在他的生日派对上 就发生了一个令人吓一跳的事情 朱探长必须要很冷静的 找出真正的凶手 真的很好听啊 已经觉得 我现在已经在听故事的感觉 强哥真的超强的 而且其实朱探长一定要进舞台 就是你一定要进剧场去看 为什么因为他们在 在过程当中就很有趣 是有台上台下互动的 就是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 以朱探长来说 你就是每次你就是要推理 大家可以想说谁 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这个 最后抓出来犯人是他 所以其实在过程当中 还会让大家去票选出 真正的嫌疑犯是谁 然后看看最后结果揭晓 是不是你猜到的 所以很有趣的体验 那刚刚我们的朋友说 他们上个周末已经有人去看玻璃游戏派对 非常好看 也有朋友在刚刚听完强哥的介绍之后 马上就说我已经去买好票了 准备要看玻璃了 好那我准备要去买猪探长了 好所以给各位爸爸妈妈暑假的一个非常好的亲子的一起活动的一个选项 那小一点的朋友 韩国唯一授权2023全新玻璃剧场玻璃的游戏派对 非常多场可以选择 地点是在台北儿童新剧场 二楼儿童剧场 那比较大的朋友就是朱探长的这个秘密档案第七集 都可以在如果儿童剧团的官网上看到相关资讯 对不对 是的 期待大家剧场见 今天非常谢谢如果儿童剧团的赵自强团长 强哥谢谢强哥 谢谢强哥 好也谢谢大家